请师父慈悲开示 第一个问题 有同修会发现这种现象 比如在遇到本命年和三六九岁的时候 会发现状态特别差 比如没有以前的精进 小房子也念得特别少 对自己信心不足 觉得自己根基浅 我值太重 请问师父 这些现象与本命年或岁数的关节 等有关联吗 对于这类类似的情况的同修 需要特别注意什么 或如何做才能尽快调整好状态呢 感恩师父 多念大悲咒呀 多念大悲咒 因为大悲咒可以增加人的坚强的意志 多念礼佛可以消掉他的业障 那么就这两个经 所以主要的 然后再辅助这是心经 明白吗 心经调节心态 一个人心里要平静 要多念心经 一个人感觉整个都不安全 或者感觉有恐惧 就念大悲咒 明白了吗 如果一个人感觉到 我老对不起人家 老又惭愧感 多念礼佛大忏悔文 这些念完之后 人会舒服的 明白 那这类现象 的确是跟本命年和三六九 有啊 有关系 有关系 倒霉的时候 人就更害怕呀 一个人还没到本命年 就害怕了呀 那是不是本命年和三六九的时候 都这些经文 都要相应的全部扎上去 增加 必须增加的 在功课里是吗 对啊 你举个简单例子 你不管你相信不相信 你如果随便去算个命 人家告诉你 今年你会倒霉的 你说你听我之后 我才不相信呢 哪有什么倒什么美的 要是真的倒霉咋话 他也会想的呀 听得懂吗 是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